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日前召開台灣新南向政策研討會 行政院新南向工作小組召集人鄧正中 透過世序闡述目前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指出台灣的新南向 與美國總統川普提出的 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區域相輔相成 也是雙方可以擴大合作的新面向 我可以列出一個很短的列列 讓美國和台灣可以一起工作 鄧正中指出亞太的經濟成長備受矚目 不只是台灣提出新南向 印度有東方行動政策 南韓也提出新南方政策 在在顯示印太區域對全球的重要性 但鄧正中提到推動新南向的同時 區域國家確實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 但他相信台灣友善與民主價值等軟實力 仍對東南亞國家具有吸引力 台灣有幾個優勢 我們可以提供 一 小、小和小的社會 而這個系統幫助這些社會 成功的發展 我們有些經濟 另一位優惠是 能力的訓練 加上工業 但是新西洋政策的政策是 取得得到的 談到台灣如何展現 自身市場的自由開放 研討會上有媒體提問 如何解決美國豬牛的進口 與擴大開放議題 鄧正宗坦言問題的解決 沒有明確時間表 必須降低農民與消費者的擔憂 也得消除貿易障礙 確實是台美之間存在的挑戰 詞爾文擬給你